憲兵快速反应连官兵驾驶 2022年才刚换装的挑战者 重型机车灵活变换队型 以敏捷身手及优异机动力 呈现人车一体的高超战绩 另外已有60年历史的陆军机部 333旅蒲光龙一次舞动得出动 21名官兵 同样也是首次参加国庆典礼 加上睽違32年在登国庆舞台的 李唐华杂技团 将舞龙与杂技艺术巧妙结合 呈现中华文化 磅礴气势 说到国家庆典 当然少不了三军阅仪队 抛起大约6公斤的M1步枪 在牢牢接住 动作以气呵成 不论是结合刺枪术的防御 及砍皮动作还是快速转枪 三军一队统统难不倒 因应国庆典礼倒数计时 三军一队150人 和国军联合乐队164人 6号下午在总统府前预演 国家门面空中分裂式也是大亮点 由5架涌英机队冲场拉开序幕 压轴的空军雷虎小组 更派出7架AT-3高轿机 飞越总统府上空 今年泳英改成跟AT-3一样 游戏往东飞颇有传承交棒意味 金雄黄轩黄虎宇采访报导